各位新年快乐 欢迎回到我们的美洲360 我们来看下上个礼拜的车谈新闻 其实大部分都是2023年要发布的新车啦 在影片的开始之前呢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第一则消息就是 全新的 Proton Sedan 正式在马来西亚进行测试 而且是右驾的版本 根据这个德阿杰路的消息呢 他们不获了一组 Proton 全新 Sedan 在我国进行测试的跌照 而且根据观察呢 这个跌照是右驾的版本 代表着这款车呢 即将在马来西亚上发布啦 而这款车其实就是极力第好第四代车型 在中国已经上市了 采用BMA平台打造 也就是跟这个 Proton X50 是一样的 而且它的车身尺码会比较大一点点 其实它是介于这个 B Segment 和 C Segment 之前 它的车身尺码实际上跟 Proton 的上一款 C Segment 车款 Proton Preway 差不多 但是年代已经很久远了 那个时候的那个 C Segment 车单呢 到现在已经是变成了 B Plus Segment 但是无论如何 它的空间表现应该都是目前 Proton 的 Sedan 车款中最大的 而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这款车同样会有这个 Level 2 的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还会有 1.5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同样的也会有 48B 的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所以不管在动力跟配置上面呢 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期待啦 而且呢我国版本的配置会比中国好不少 重点是这一次的氛围灯据说也没有缺席啦 根据之前的消息指出呢 这款车会在 2023 年的下半年 最快是 9 月发布 所以我相信到时候 Proton 一定会有很盛大的活动 你是不是也期待 Proton 的新车 但很久了呢 届时呢我们会带来第一手的消息 大家就千万不要错过啦 第二个消息 Hyundai 要有新车啦 那么最值得期待的新车是什么呢 就是 Hyundai 的 Creator 其实 Hyundai 一直以来都有在本地已经新车啦 但是大部分都是电动车 在这个内燃机的部分呢 我们的选择是比较少的 但是在明年 Hyundai 会有大动作 已经有几款车确定会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我们先讲一款非常值得期待的新车 就是这个 Hyundai 的 Creator 它是一款专门为东南亚跟印度打造的 B segment SUV 车型 车身尺码跟 HR-V 非常的接近 在外观的设计上面 有着独立的 LED 头灯组 然后它的内装设计也非常的有质感 我个人觉得也很好看一下 而且重点是有氛围灯 这个是时下流行的趋势 在引擎的部分呢 其实这款车是主打一个节能减碳啦 所以它匹配的是1.5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然后加上这个链条式的 CVT 变速箱 最大马力表现是113PS 峰之内的表现是144Nm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它的竞争对手 应该是 Honda HR-V X-Fact 这样的车型 所以预计它的价格不会太贵 而原厂已经在他们的官方网站 预告了这款车会来马来西亚市场 不过暂时而言 我们还不清楚这款车是 CKD 还是 CBO 如果是 CKD 的话呢 这款车的价位应该会非常的有竞争力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之前跟 Sam Darby 有交流过啦 他们表示未来会有很多的车款在马来西亚 CKD 目前第一款 CKD 的车型就是这个 Sanda Fe 同样的 Sanda Fe 在明年也会引进这个小改款的车型 虽然讲国外好像已经要Launching这个 All New的车型了啦 但是有好过没有 我相信明年的 Hyundai 会非常的值得期待 你最期待 Hyundai 引进什么车款呢?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第三则要讲的新闻是一款七人座车型又要来到马来西亚市场了 它就是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的 Honda BR-V 大改款 其实目前这个 BR-V 的销售状况也还是不错啦 但是国外改款的马来西亚就一定要改款嘛是不是? 而且加上这几年马来西亚的七人座市场越来越蓬勃发展 所以 Honda 加入这个战局我觉得也是情有所缘啦 这个 BR-V 我们获得的消息 它最快会在明年的3月份发布 也就是说其实已经距离发布非常接近了 所以最近有兴趣想买这个七人座车型朋友可以观察看看 这款车呢它在外观的设计上面我觉得非常的好看啦 非常的方正而且融入非常多的流行元素 例如说这个 LED 的头灯组 LED 的尾灯组 然后它的离地高度同样也维持了 210mm 的离地高度 这样子一来不管你是要进行货外互动也好 还是你要真的是在这种乡村地区行驶都好 基本上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在引擎的部分呢它配备的同样是 1.5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 118 HP 风筝扭力表现 145 Nm 在同级的车款里面呢这个动力配置算是非常的不错了 所以我觉得这款车在马来西亚市场的这个竞争力应该会很强 而且重点是人家也是有 Honda Sensing 还有 ACC 哦 你觉得这款车怎样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最后一则新闻 同样的也是一款明年登陆的新车 也是同样据说是在 3 月发布 就是全新一代的 Toyota Vios 全新一代 Toyota Vios 我相信大家已经期待很久了 因为目前的车款真的是销售的太久了 所以真的需要一个大改款来更新 那么根据消息指出 全新的 Vios 会在明年的 3 月登场 虽然讲在引擎的配置上面还是维持跟现在一样的 1.5 公升 RAWI TI 自然进气引擎 但是呢它会更换这个 RAWM 的 CBT 变速箱 预计性能表现跟油耗表现都会进一步的降低或者是加强啦 而配置上面也会有升级啦 最起码还要跟现在它主要的对手 City 的 V-SAN 版本最搭 而且据说未来会加入混合动力的车型 但是这个混合动力车型国外还没有发布 所以我们就期待看看啦 至于在空间表现部分 也理所当然的它会比现在的车型更长 因为上一代的车型轴距是 2550mm 现在的车型它的轴距是 2620mm 所以我觉得这个空间表现绝对会让你惊艳 不过目前我们有跟这个 UNW Toyota 进行一些联系啦 他们也没有办法确定这款车什么时候发布 或者是他们暂时不愿意透露 大家都知道的啦 所以呢未来这款车有进一步的交易 这期我们也会第一时间送上 所以大家记得留守我们的频道哦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期美洲360的内容 因为已经年尾了 国际市场呢他们都开始放假 只有我们还在做工 所以新闻更新有点慢 这一期的新闻其实跟我们上一期的这个影片内容有点接近啦 所以请大家多多见谅 OK啦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内容 所以祝大家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红包拿来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fif combinations 观传媒